同学们聊聊一组在老师的引导下了解不同的沟通姿态与组合 所反映出的人际关系模式 这里是张老师基金会桃园分事务所的成长教室 在2021年国际符伦社3502地区其中的桃园东西符伦社 争取到和平缔造与冲突预防项目的全球奖助学新 并与张老师合作 开设了一系列心理辅导成长课程 并培育心血阶线志工获得民众热烈回响 当时推动这下计划的国际符伦3502地区2122年度总监吴淑华 也亲自来到教室上课了解课程内容 并通过其中一堂课的平添画作品 提醒大家要保持初心才能让世界迈向和平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解决冲突与和平 因为这样我们来办了这样一个奖助金的一个课程活动 这个叫重新开始 我想每一个人如果能保有我们的一个初心 每一个人的初心都是善良热情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世界充满和平 张老师基因会桃园分事务所的总干事 也感谢福伦寿的支持 让他们能开设免费心理成长课程 提供给民众报名参加 学习化解心中的难题 也培育了新写的阶线志工和新住民志工 希望未来能协助更多民众度过低潮 处理文化冲突适应不良等问题 非常感谢福伦寿制作我们这次的计划 第一个部分是要协助我们的义务张老师的一个在职训练 因为我们义务张老师在接1980专线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可以接听非常多民众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抱怨的部分 那我们的义务张老师就需要一些自我调节 跟自我专业成长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开放给一般民众 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心理学院的课程 针对包括一般的民众跟我们的专业成长 那这两个部分都是非常欢迎大家能够 上我们张老师的脸书 或是我们的官网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有跟结合我们的新住民 那协助我们的新住民在他们自己的一个群组里面 然后协助他们能够了解 跟帮助他们的一些新住民的朋友们 透过关心跟这个同力的部分来协助他们 当天在张老师成长教室进行的三堂课 从动态到静态 从知识理论到探讨心理应有经有 与总监一同来到教室上课的桃园卓越福伦社 创设社长曾成勋 也分享自己上课的心得 其中一堂透过色彩含义 请从事们自由发挥的平田画课 也让他想起孩子带给他的力量 让他要上完课后帮助他沉淀自己 觉得很有意义 那因为这个叫神奇宝贝 比卡丘 那这也是我女儿最近跟同学一个话题 所以也影响到我 让我觉得说 在做一些服务计划 还有跟张老师 还有我们台北科大陶资财 一起在执行这个USR 在这段期间 给我一个很正向的能量 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 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下 重新归零 再把自己开心的一面体现出来 国际福伦社3502地区 长期从事公益服务 而张老师基金会则以各项服务 和1980心灵辅导专线 提升全民的心理任性 因此这次透过计划合作 他们希望能从心理层面上 来降低潜藏的社会冲突发生率 一同让世界变得更好 蜴噢 维室 戇情 Après 效果 冲突发生3 赵紧 2 10 4 10